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发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国民外交社会 台南市会 为了感谢美国 日本 顶来的国家 在COVID-19的经济间关疫苗 给我们度过难关 所以十何特别要求他们的外交代赛来台南鼓行 感恩一路 第一次来到书苗天堂 先让他们了解台湾的宗教文化 来自美国和普兰的大赛在国民外交社会 台南市会 宣言 以及书苗天堂 当市党 书国伦 顶来的会堂 先来到天公门店 作会流量 练下落伏性的一刻 该会有的感谢美国 日本 普兰顶来的国家 在他的前期间 前前后后 关键有900万座疫苗 让我们度过难关 所以特别要求台湾来台南两天一枚 几位感恩一路 因为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接受了一个捐助 那我们是希望借由民间的一个团体力量 来做一个感谢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 因为这样来带动他们到台南在地的文化 希望他们更了解我们 增加国际友谊 当美国在台社会 高雄分处长和普兰代表办事处 副处长也在社会赢得 他以来感受我们的忠告累议 甚至知道 立境随所对着提供这次 祈求国台平安 对于相当危险 我们都常说 美台关系的基石就是人与人交流 所以今天的活动 我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这是我的荣幸 谢谢 谢谢 所以入境随俗来拿香拜拜 对不对 入境随俗 对 没错 就是 让我更多了解这个南台湾的文化 我们这些的贵宾 能够多多了解我们台湾的宗教的文化的气息 今天刚好 也是礼拜天 很多的我们的善男信仁也来这边拜拜 亦皇上帝 那看到我们的宗教的自由 自由的可贵 值得是我们大家羡慕的 国民外交社会 台湾市会是目前台湾唯一登基地国际上 将属国民外交的国际社团 来自国行国家的类型人数 透过民间交流 省进一份的令状 咱来新闻 顾文吉 蔡宏博德 日本爱知县民谷市会 与党原本重宏 与改会议员高和来到台湾市会 由议长贵新龙 加副议长 李文准 广东加台 议长议会 与党原本重宏 同行 也做会的一楼大厂欢迎 专门胜东楼内 议长贵新龙 加副议长 李文准的北斗 日本民国乌市议会议长 原本重合 互问团 议长贵新龙 与党原本重合 互问团 议长贵新龙 与党原本重合 互问团 议长贵新龙 经济欢迎 如油烟也很受欢迎 希望未来会对 议会之间的 互相访问 和签议友好交流 合议会议开始 作为両党市的观光来加油 我们可以从议会 这边的相互的互动来开始 再让两个城市的市民 多家来往 增加彼此的认识 和整个活络的观光旅游 带动经济的繁荣 这次来往 除了民国乌市议长 原本重合 另外还有民国乌市议会 立台议员联明的会长 藤田和秀议员 同时又申请专国 立台友好议员协会的会长 赞金协助出身民国乌市 和台中市 签署观光 友好 生日交流 协定 秀议长希望 借助藤田的会长的影响力 会应该让台立友好关系更加密切 台南新闻您跟蔡芳博德 欧映都基金会 十何地 百门区 林安京 古板 联帅 十二党的当年 卫门外党 从百年欧破面 一车回到高雄 客牛不够起 今年加码 一人领到三千块 总共发封七百五十九万 有二千四百十位乡亲 须得帮助 而当市长变时 一会开社会 没有因为疫情中等 也会有企业和隆党 林安高雄 欧映都基金会 每次当 十二位 都会在帮门区 立东港 古板 当年 卫门 十何五点 十点 花红卫门金 一头早就人 九条单胎 一直到时间 借金 人条 越来越多 基金会 表示 花红队上 主要是帮门 客家和中 君的家修理好 以及新专家 春百年 欧宝明 一早也回到高雄 先到林安京 欣贤几百 感謝新年保庇 关怀 高雄 乡亲 欧当市长 表示 当年 卫门 已经连三十二年 欧宝明 也减肯登 欧一份贵旗 拜祝陶 欺验 会亏下回信 我们也从去年五百多万 提高到七百多万 也是差不多两千四百多个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非常辛苦的一些老人 能够来这边领起一点社会的爱心 我们企业界最重要就是要回费社会 我们努力创造外汇 创造就业 再来就是一定要来关心这些 孤苦 比较弱势的一些残障的 智障的这些老人 所以基金会就是 我们三兄弟就是 品成 先祖 创业 守成以后 一定要回费社会的主训 所以我们继续 十二年来就继续 而且我们还会继续再加码 基金会表示 今年虽然帮助民众没增加 不过客人不够在一起去 所以今年再加码几本一千块 有的是每个人三千 总共贯出七百六十万 来帮助二千四百多位女生 照顾港国兄姓 真不简单 我们非常感谢他的议举 每年能够来送完 来给我们民众一个很欧欣的一个礼物 让他们回去能够来增加他们 要购买他所需要的物资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感谢佛董的议举 我相信他的议举能够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国内的欧英党基金会 都要当联维门 今年所发放的既然求助金 金路金 立东合理金 以及帮助好好坚守 以及忠告主持人求多点观众 也已经超过一千万 赶快希望抛转应用 那些新闻观众才听过的 又当市北区公司和尊业主持人 基金会所主办的水白友爱奇迹 今天已经免得16岛 这个岛位刚才允许下区应该做的性格 你在开幕电影上当市 你免为 也关键日子班 让台湾天主教爱得富汝学会 专门上等危险 十何地阿玛你看市街 有北区和社区 台湾重新的团体拜登以外 没有台湾的社团 青年冲业的性格 你记得着着非允议组织 总共五十四的岛位 除了去民众高官 要很多庆祝在这里 大钞皮压餐 带下去欢乐 对民生都劳烈 这条由丹市北区公司 尊业主持人基金会主办 在夏昆山科技台校订单位 所推出的水月幽爱情节 今年已经卖在16岛 主办单位以服务的总班来订阅 也表示外党已经登大人 充分典会社区应该做性格 好谢谢 军医文教基金会 已经迈入第16年度 今天算登大人的一季 已经16岁了 那也很荣幸 他可以和公司 有什么合作 差不多三四年做油 在这里 每一年 我们都趁这个机会 把我们这里的公益组织 那我们的设造的成果 在这个地方去做个呈现 那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 也是北区的一个创生基地 阿嬷你看市集 那左边就是我们的市集人到 那今天就是我们典现 我们一年的成果 每一年都非常的精彩 每一年都卷动了非常多的社区民 还有青年朋友 可以一起来为公益来投入 这样一个正向的机会做努力 这一年岁外所办理的市集 刚才当天很幸福的外列 尊业主持人基金会 也帮大家来拼爱心 当市长立面为 现状关键20万 让台湾天主寡 爱着福尔社会 不是最有钱的 他们也不是最大的团队 可是他们做的服务 他们做的工作 绝对是让我们大家看的 都非常的感谢感恩他们 接下来三冠下 跟法林的四大日中 来办理寒冬散乱 已经16天 开始真不简单 今年也收出 接下来做公益 你当市长 庆祝享宴 修正逃门 感谢社会团队 建庆祝每年买高大办理 你爱心活动的第16年 我们也长大成人了 我们很开心 有这么多的爱心团体 还有北区气候所 全力的支援我们 让我们这个爱心活动 得以更热闹更精彩 所以在这里 我要谢谢所有的参与 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 慈善团体们 我们希望明年 我们要扩大举办 让我们这个活动 办得更好 笑一笑 感谢大家16年来的支持 与爱护 等待新闻 郭文吉 蔡宏播的 郭文吉 蔡宏播的 这个社会感动了很多人 该行动在夜间天板两年一 十何开心 更要重心尚出爱心 用他的生命故事 来继续温暖社会 这个九十个月的便当 一早煮好有菜有肉有软 营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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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今天来这间海山大家到船 集结有三百亚 这里是当年因为 吃饭会拔掉店得出 日盖欧公園 因为妈妈的麻烦 跟信用英国 让他下电我心改毒 融入回头 而且近一波高点 每个星期 分变党 给家友回馈社会 已经等到八年 现在日前我们定一套 更重心会让爱心变党的发赏 用他的生命故事 来温暖社会 同时也带动这些单位 对着自爱心 这些艰苦的人 贬任党 我有机会 我一段饭给他们吃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欢喜 假设我这样做 我回馈社会 我回馈我妈妈 看着我妈妈怎么找出来 我就看到我们的干哥 这么帮助别人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坚持的心 对我们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在所发生变党的志工当中 南区安兵区議員 林美妍也在当中 点点对着服务登山落当 感受台湾人的善良 那我也相信他的爱心会受到很多人的感应 因为也因为他的善局 很多的地方也跟他一样在发 启动这个爱心机制 那我想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便当 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爱心 我想这些爱心 不只是一个人的爱心 是很多人的爱心 我们也相信这个爱心 会让社会更加的温馨 几乎了解爱心变党过去四年已经分5万块 今年六十日会欧公迎标识 也继续分 希望好久岁 感受他驚悔悔悔 中心站起来日中 咱们新闻关注蔡宏波的 赞金两拜在圣诞看年来台南演出的国际地名歌手 Martin Hawkins 今年在主书企乎要抢 在一个期间 要去大台南进行顺慧演出 一直到24号圣诞美 几乎刚才报告这个好消息 也希望日后 能够邀请更多国际客人来台南演出 让市民跟歌买满满的幸福感 你出的荷兰 何详英冠军 生命国家 第一名歌手的Martin Hawkins 一百空八年去 两当的圣诞看年 都受邀请来台南演出 两当后他在处现身 南方国武中心 他最出名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 要跟所有市民分享 也让歌买相当记台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在耶诞跨年活动特别特别的节目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除了有老朋友Martin Hawkins之外 还有我们的Mary Jess也会来 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内外的明星 几乎是全零式的 不管是青少年朋友们 不管是我们大人或者是一般上班族 其实都是适合的 此外呢 我们也有亲子活动 适合带小孩 小朋友一起来 所以欢迎Martin Hawkins 欢迎大家来南方国武中心 一起来同乐 那同样的也欢迎在12月17日 12月24日 12月31日 我们都有在新营或者是市府汽车广场 一起来参加我们市府所举办的 耶诞跨年活动 参加我们的参加工 在这里 每天也准备台南七国将军 冬季的第3月 美龙要来租好 Hurkins在台南的出租集 顺利完顺 在富共调 这两个年收役前的成绩 这个民众心情都已经有尊 所以欢迎老朋友 各自回来 在我们今晚在20月 圣诞看你 用歌声来疗愈大家 耶诞跨年系列活动 一起来排行 今天新闻 攻击何乔邦 蔡英文报道 台湾苏环台湾 台中团部研究所 对一百空九年开始 跟中加宽平合作 推动每天所用的高优 今年瓦头推动 跟公英兵队的结尾 参目人所得超过五千万人处 生个相当豐富 好赞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举办的眉来眼去 媒体素养成果发表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 陈炳宏表示 感谢中加宽平的大力赞助与支持 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推广计划 今年透过多场 公私立大学课程补助 讲座与营队等面向的推广 让媒体素养的触角 扩展到更多地方 在中加集团的协助之下 推动媒体素养 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要很感谢很多参与的 我们这一个这一年来总共 补助了31门的大学的课程 所以后面有一些老师很热情的出席赞助 那有一门高中的为课程 那我们总共有办127个大学跟高中的讲座 大概有4000多人次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三场的营队 还有六场次的读书会 还有六场次的公用频道禁用的影音产制内容 后面好多朋友是参加这一次影音活动的产制内容 总共产制的50部影片 那成果相当的 我个人相当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中加集团全省有12家的有限电视系统 的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各地其实都怎么讲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透过各地的系统 我们进入社区宣讲等等 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 可能老人家长辈 尤其长辈 他们每天 以前我常会接到可能爸爸妈妈寄来的 那个很多的讯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透过这几年的推展 我感受到他们已经至少先查核 或者是不是立刻就转给别人 他们已经渐渐知道讯息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炳红老师的这个指导 他算先行者 虽然他刚刚有说 的确因为这个台师大 炳红老师这边的多年更衣以及推广 很多大专院校也开始投入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他的正向力量会透过更多管道 更多学校发展出去 那不过炳红老师是先行者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针对明年度的这个提案 我们也有一些讨论 那我相信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其实现在的选民或民众啊 越来越耳聪目明 好 越来越可以甚思明辨 那这真的就是要感谢每一位在投入在这个媒体素养 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中家啦 包括我们炳红老师 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老师们跟团队们 那因为你们的这个努力 对媒体素养的投入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的民主才可以更健康更成熟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费补助 这个周游其实不太可能到东部的偏乡 来进行这样子的课堂设计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的经费补助 其实不只是学生受贿 我想东部的非常多的家长也在这个脉络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课程能够得到全额补助这个部分 一起在这个经验里面受到相关的 媒体素养的这个训练跟赔力 这次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然后邀请到的讲座 老师说因为我都要请同学们写心得 那同学每次看到同学们的心得 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 跳出学校的框框的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 那个成长跟冲击其实更大 此外有鉴于公用频道的知晓度仍有待提升 今年台师大也攜手中佳 透过世界咖啡馆影像工作坊 与焦点座谈进行宣导 吸引近200位民众 合作产制出50部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是从高雄到台南到新北到台北 然后基隆 但是我们又往回到了桃园 这六个县市 这六个县市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 今天真的是产出了 哇真的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像各位看刚才看到50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 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中佳 那就是说以前真的不晓得 什么我们只知道公共电视嘛 对不对 谁知道公用媒体啊 这是因为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们才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呢 刚刚讲说那自媒体啊 就说你怎么样拍影片呢 我们也是因为呢 这一个 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多学一点啦 我甚至拍了我的第一支MV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你知道吗 就像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这么难 如果你敢去做 你做了第一步之后 万事起头难之后 你踏出了那一步 你就可以接着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人民只剩下一点点 可以尽用媒体的权利 刚刚有一位先生分享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的概念 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媒体 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不被任何的不当的力量所影响 因为你在YouTube 你常常会被下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媒体基本权落实的 那所以我们明年会更努力 然后在中佳的协助下 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台师大今年也在推出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为主题的媒体素养桌游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列印使用 民众可透过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的粉砖 申请电子档免费列印试完 成果发表会中 台师大也邀请中佳宽平 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与中佳宽平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分别进行摸彩抽奖 让获奖民众相当开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感谢收看在理会在理会中家台南定新闻 我是顾问家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